hello大家好 那么我手上的这款是罗技出品的 iPad波罗11英寸使用的 Slimfolio Pro 蓝牙无线键盘保护壳 我要马上去上班 所以我现在马上开箱 晚上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 具体的使用感受 和我为什么买这款产品 OK 本来是想做暴力开箱 但是它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是磁铁吸附的包装 所以真的不给我机会 里面的话有一个效果图 一个非常主要的功能 就是带背光的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没了 然后有一个说明书 非常细微的塑料的那种味道 我们赶紧把这个套上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往这上面这么一扣 OK 然后咔这么一放 就是这个感觉 那么现在我马上去上班 然后用一天之后晚上回来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感受 那么今天我在公司使用了这款产品 超过12个小时 那么现在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感受 还有这款产品的5个优点和2个缺点 那么第1个优点 就是这款产品携带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之前使用的 是罗技的K380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小的支架 每次都要从书包里面拿出来 把这个支架套上 然后把iPad放上去 按一下这个按钮进行配对 然后再进行输入 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使用的话 这个其实还挺方便的 但是比如说我在公司这样使用之后 然后突然要开会 iPad将这个支架 再加这个键盘 我要全部拿着移动到会议室 这个也非常的不方便 这个就非常的爽了 平常在公司这样使用的时候 如果有会议要参加 我就这样直接拎着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鞋带性和整体性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这款产品的第二个优点 就是输入的手感非常的好 那么相较于我之前使用的K380 虽然这个产品的输入手感也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缺点 因为它是圆形的按键 所以这个也要适应一段时间 总之还是有一点不适应 但是这款Slim Polio Pro 这款产品是方琴的键盘 而且它手感跟老式的 也就是我现在使用的2013款的苹果电脑 是手感非常的相似的 而且大家近距离看的话中间是有凹陷的 所以按下去这个手感非常的好 特别的好 而且这款产品的一个优点 就是提供了苹果原装的 那个智能键盘保护套一样的 一键切换输入法的功能 所以我们只需要按下这一个按钮 就可以快速的切换输入法 那么像之前的这个K380的话 就没有这个按钮了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Ctrl加控格键 来进行语言的切换 再听一下这个键盘的声音 这个有一点 首先声音有点大 里面可以感觉有一些弹簧 下沉之后弹起的就是非常的快 但这个保护套的键盘 按下去之后有一种沉淀的感觉 下来这种感觉很有节奏感 所以它键盘的输入手感 我非常的满意 第三个这个键盘的一个优点 就是提供了上面的一行功能键 K380也有这一排功能键 但是它比K380多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刚才讲过的键盘调节功能 还有一个快速的搜索按键 我们按下之后 马上会跳到这个Spotlight的模式里面 最前面的这个是回到主界面 我们按一下的话就可以回到主界面 就是相当于一个Home键 然后这个是一个键盘 当我们连接蓝牙键盘的时候 这个默认虚拟键盘是隐藏的 有些情况的 我们还是需要虚拟键盘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就按下这个按键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按键 来快速的调出或者隐藏虚拟键盘 这里有一个是跟K380不一样的 它是锁平的按键 这个其实非常的方便 平常我们使用完之后要锁平的话 要按下这个这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在键盘 我们直接按下这个就可以 好它就锁平了 我们锁平状态下按下任何按键 OK 然后再按下空格键就可以 那么按下空格键之后 马上会进入这个主界面 那么这里是一个蓝牙配对按钮 配对一次成功之后 就不会再使用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电量 现在是绿色 表明它电量还是很充足的 说到电量 这个一次充电 可以最长使用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它提供了非常方便 快捷的USBOTC接口 所以我们可以方便的给它充电 没有选择苹果原装键盘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苹果它的那款键盘 不支持这些功能键 说实话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要回到主界面 或者是我们要调出多任务的时候 再把手抬起来向上滑 但是有这个功能键的时候 我们只要双击就可以 回到主界面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款键盘还提供了背光的功能 我们平常可以使用这两个按钮 去关闭或打开 或者是调节这个背光的亮度 那么它现在提供了两级背光调节功能 所以有了键盘背光功能 我们在灯光比较暗的情况 或者是在晚间输入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这个也非常的满意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五个优点 那就是它整体的做工非常的好 拖盘的位置是硬塑料的材质 那键盘按键的这个材质 跟苹果的非常的像 摸起来这个质感都特别的好 它这个外包包皮 不是外表皮的这个材质 是非常软的一种材质 摸起来是这种防污 然后防滑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然后像这边四个角的位置 是非常软的硅胶的材质 那么这五个就是我总结出来的 这款产品的优点 我下面再来讲一下它的两个缺点 首先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讲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非常的沉 已经快要赶上13寸的苹果电脑 然后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但是还能忍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按键的部分 像这个是电源键 与两边是音量键 所以我们平常按下去的时候 使用手指这样去按 是很难按下去 要用指甲去按下去 这样的话还算比较方便 还好这个功能 在键盘的功能键上都有 可以代替使用 但是有一个无法代替 就是截图 我们要同时按下这两个按钮 这就比较折磨然了 以我现在的感受 这应该是我目前使用过的 最强大的iPad键盘 价格也比苹果官方那款键盘 要便宜一点 所以有想购入iPad键盘的朋友们 推荐大家这款逻辑的 Slim Folio Pro这款键盘 那么今天对这款逻辑键盘的 开箱和评测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慢走